你见过额头上长了一颗钉子的人吗 这个衣橱朴素的女人就是 镜头拉近 女人的额头上果然有一颗钉子 那么这钉子是怎么长上去的呢 他说是自己钉上去的 听到这个答案 节目组也是一头雾水 直到女人摘下了她的口罩 我敢说 能打出这个表情的评论区不超过十个人 原来她三岁的时候患上了麻疹 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 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这就导致她上唇翻卷 鼻子也完全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个小孔 而额头上的钉子就是为了挂鼻子用的 说着女人拿出了十年前做的假鼻子 上面的那个小洞就是挂在钉子上的 不过这假体的制作工艺真的是太差了 它不能完全的固定在脸上 这让女人感到非常的难受 因为鼻子只剩下了一个小洞 所以一直要靠嘴来呼吸 虽然她已经这么呼吸了60年 但还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困扰着她 那就是时常会感到嗓子疼 每天都要喝大量的水来缓解 这也使她这么多年没睡过一个好觉 那么这么严重的面部损伤还可以恢复吗 为此节目组找到了当地的医院 经过一番检查 专家说女人的病情并不严重 浓化细菌已经把她的鼻子完全融化 牙齿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手术会有一定的风险 而且治疗时间要半年左右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把她额头上的钉子拔出来 手术很快就结束了 虽然一切都很顺利 但谈起治疗和手术费用的时候 女人沉默了 她担心手术会有风险 说要回家好好考虑一下 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女人是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 虽然结局不是很完美 但是还是希望她能一直乐观自信的生活 我是小五 每天三个奇葩一事等你来看